那今天的我们主要是 讲那个知识分享 所以呢和大家就是要做一个免责声明 视频里面呢 就是这个会回看 大家看到的内容 只是作为一个知识 如果你需要专业的意见 你可以跟小猪 待会他做地产这块分享 做一对一的咨询 也可以找我们事务所的专家 一对一的咨询 你可以去找你平时已经习惯了 跟你一起帮助你很多的专家 去找他们做一对一的咨询 那我们这里只是作为一个 知识的传递和分享 那今天的主题呢 我已经说过了 所以第一部分呢 我会交给小猪 小猪呢是我挺佩服他的 因为他这个 做自媒体也做得很好 小红书上也有很多粉丝 然后呢我们一交流呢 就是性格也很像 大家都是那种直来直往的 就很直爽的 然后对事不对人 然后呢就是做事情非常focus的 在自己领域呢 就是生根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事业小伙伴 所以很高兴的 今天能够邀请到他 来给我们讲一讲 他在去年的成绩呢 是在硅谷啊 那个 Top10的排名 清晰 在我们华人应该是 可以排到 我也不知道华人 是怎么排名呢 我感觉应该就是 Top123的这样的level 所以呢 让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房子 第一就是他怎么能够 做到这么好 他肯定是给客户服务当中 有他自己的很好的一套 服务的知识体系 和一些经验 那我现在就把福洛 再给小株 让他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房产买卖的这一块的topic 那小株你可以分享 那个screen OK 你现在能看到吗 可以了 OK 那我就 你 对 这个你们能看懂 我今天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今天春天以来吧 都忙着在给人卖房子 我卖房子的过程 其实我就是在什么时期 做什么事吧 我就会看这市场上 有什么需求 就是客户有什么 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痛点 然后我就会 侧重点会不断的转移 所以你 包括在帮忙买房子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个市场 大家都不想买的时候 就顺利明星的时候 你要去看看客户里面 他们当下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优化 家庭地产投资配置的策略 我比较喜欢研究投资 然后近几年 我都是focus on做这个地产方面的 我上一次更新 这个弯曲房市的时候 是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 9月份的时候 去年9月 所以大概是4个月之前 我讲过这个弯曲房市 所以中间有3 4个月呢 我都没有进行更新 因为就特别忙 所以我想今天的讲座里面 我先讲一下这个弯曲的房市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活跃在第一线 对不对 然后我对这个一线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就是in general的话 你一个家庭里面 比如说你有很多套房子 你什么样的房子 你来问我要不要卖 我会告诉你那个不用卖 然后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卖掉 它是会有不同的原因的 就是如果那个房子 我觉得你不需要持有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分析一下 你觉得就是卖掉会有什么好处 那卖掉之后的钱呢 你把这个钱卖了 你总不能就是说 啥也不干对不对 你可以躺着 像现在利息比较高 或者说你 如果那个capital gain比较高 你要怎么样避税 所以我们今天要cover的 就是这4个topic 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可能今天来听讲座的 这个140多个人吧 里面应该是 三分之一的是我的老客人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认识我 我就快速的过一下 但是可能另外三分之二的人 并不一定认识我 我的background是 我从Engineer出生的 所以我在Columbia拿了一个Electric Engineer的PhD 本科是在中科大年 所以湾区也应该有很多科大的校友 我的最早在我做地产经济之前 我其实只是个投资博主 我并没有说是因为我要做地产经济 所以我就做投资 而是因为我在上这个Engineer班的时候呢 我就对这个投资感兴趣 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的公众号文章 都是一些原创的 然后YouTube视频啊 就大概有一两百个 所以小红书后来我就是 小红书出来不久 我就去做这个小红书 我现在粉丝大概也有一万多个吧 然后这两年的Focus的重点 从我拿了License之后呢 我就是基本上是个Realtor 我的主要的身份是Realtor 就是我日常的工作 Full Time 我就是一个Agent 我目前就是 我是在这个Columbia的Columbia office 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Team 大概也就是 最过去三个月Build的一个Team 之前都是我一个人单干的 在去年的排名里面 Bay Area的2023排名 我大概是排进前十 所以我的身份是 我是一个投资人 我是一个全资地产经纪 然后我有二十多年的房地产 跟那个债券投资实战经验 所以不是理论的 也不是就是说靠吹出来的 的确是我是拿真金白银 去积攒的这个经验 单子也是一单一单做出来的 所以 这个所以我会有这个排名和交易量 就是全国排名是进入前一百 然后在过去 我如果是往回推十年 你会看到 弯曲的房市最疯狂的时期 就是什么 就是在疫情之后 2020年到2022年 2022年的5月是一个顶部 所以呢 在这三年的期间 无数的买家冲进了房市 然后导致Agent的这个行业呢 就是交易量 就是很多Agent都发现 就是很多人涌进啊 因为发现这个交易量 交易量拉出来看 你都会发现 他们在这两年里面 是交易量达到了一个顶峰 然后自从房市在2022年 垮了之后 去年跟今年实际上就是 Agent的生意最不好做的两年 所以我的交易数据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在2021年跟2022年呢 是达到一个 我个人交易量的一个顶峰 1.5亿到1.8亿 然后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呢 交易了250多号房子 然后交易量大概有10亿多 所以呢 每一单的经验 就是你每做完一单 都其实都会不断的 就是让自己进步 我最早的白逛的 就是为什么湾区 很多Engineer 非常喜欢跟我聊天 因为我的思维 跟脑回路 跟他们是一样的 就是我基本上 没有什么废话的 如果这个人一上来 我感觉我跟他聊的不是很来 就是我可能就是很快就是 就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我整个思维是Engineer的 然后呢 我是从Engineer切换到 投资和地产经济 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不这个不只是钱 那个事情 而是我比较喜欢去 timing这个投资市场 然后买房卖房 我的理念就是你一定要timing 你timing跟不timing 结果差很多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去timing 我觉得我这个很多人认识 我是因为我在2022年5月 发布过一个YouTube的视频 那个视频的点击量 应该是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 是最高的一个点击量 就是那个我是在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这个房市要崩盘之前 我提前就是精准预测 说这就是一个顶部 自此就要往下走 所以呢 那个视频估计被很多人转了 然后后来有很多来找我买卖房子了 其实也是从那个视频看了之后 然后对我印象比较深刻 所以就觉得我有这个认知的能力 能带他们去做这个房地产投资 所以湾区的房市近况如何呢 我公正的讲 就是我每一期视频里面 我都能做到客观公正 而不带任何的个人的感情因素 一般来讲 卖房的最好的拒结 从拒结性来讲 每一年就是春天的时候 春天一月底到那个四月底之间 这个卖房的黄金时期 这个不只是说 这个时间 买家多 而是卖家也多 因为卖家也知道这个拒结 能卖出一个好的 好的那个价格 买家就是会在度假完之后 就纷纷返回到市场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 今年也是一样的 就是春天的时候呢 买家比去年底多了很多 然后呢 listing也是其实多了很多 我去年的listing没有那么多 但是今年一开春的话 我大概一把千二十多个listing 就是全部都是大家 就是去年没有打算卖房 但是今年呢 就是有这个需求了 都跑来卖房 然后呢买家呢 其实比去年也多了 但是呢 整个的listing跟buyer 都都上来以后呢 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balance的一个状态 去年底是房源少 但是买家也少 买家不是那么积极的 而且我看到去年底 弯区的townhouse的市场 是过去几年我看到的最烂的一个市场 就是那个时候 圣诞节前夕市场上 比如商丁卫跟montemile 它有一个时期就是大概有20多个townhouse 刮的市场上都卖不掉 而且都在那不停的降价 然后一到春天呢 买家又全部跑掉了 那个房源又开始走的比较多 所以春天的那个特征 就是买家跟卖家都比较多 但是整个的来讲呢 好房源的库存还是比较少 就是你listing上来了 inventory上来了 买家也上来了 但是整体的还是一个供不应求 就是弯区的长期的一个情况 就是那个房源根本 然后那种优质房源啊 核心区的独立屋 就是你会感觉并不是那么好买 不管你这个市场好跟不好 其实你可选的东西都不多 市场的确比去年底好了一些 但是整个市场相对来讲 还是一个理智的市场 当我看这个市场 是我还是不好的时候呢 并不是去看那些最好的房源 有多少个offer 因为那种房源在任何时候丢出来 他都不缺买家的 都是一样的比较多 你要看的是那种有缺陷的房子 硬伤房 这种房子在不同的市场 表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在 就是大家非常crazy的市场 一个很烂的房子丢出去 你都坐那等着收offer 也会有人就给你加价冲上来 然后端走 你如果是在这个不好的市场 这种房子根本没有人问的 你在市场挂个几个月 等到一个买家都非常的lucky了 所以这个就是区别 判断一个市场理智跟不理智 你记住就是用这个不好的房源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而不是说大家都去抢的那个好房子 去衡量那个市场是不是理智 所以开春的市场 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 都会大概上一到两个listing 所以open house 我们看到的是人流量非常多 我比如说 我一个钓鱼房扔出去 可能会一个周末会来两三百祖买家 但是我最后收到offer 可能也就不到20个 就是说里面大部分都是看房 但是不动的 然后买家门 你收下的offer 你会发现也 便宜lowbo的买家占了将近一半 然后最有效的offer 基本上是顶部的那三到四个 而且三到四个里面呢 就是有经验的agent 也没有乱加价 如果你这个房子卖 就价格特别高 那基本上那个第一名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不适合理智 或者是经验不充足的agent买走 你可以看到 然后整个的利率呢 从去年底到现在一直在唱跌 但是其实没有跌多少 它跟我们2020跟2021年的利率比 还是其实一个double的 一个市场 就是现在基本上还是 比如说三十年固定期一样 还是五点八到六 这个这么一个level 就是还是高嘛 如果你一个一百多万的房子 你一算每个月的月付 还真挺吓人的 只不过现在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高利率 有些买家就是稍微麻木了一点 但是呢 从那个3%的那个利率 走过来的买家 他会觉得现在利率还是非常高 然后年初的时候 今年春天啊 你在这个房市好像回暖的同时呢 也伴随着很多这个裁员的消息 这些裁员的消息每天放出来 它影响着在这些公司上班的员工 还有就是看到那些消息的人 它是极度的会影响那个买家的信心 因为买家 让一个家庭特别焦虑 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心事去做任何事情 你保住那个工作是第一重要的 所以目前的市场 实际上还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市场 它叫什么不稳定 明星的不稳定 就会导致这个价格也不稳定 所以呢 如果今年春天 没有必要panic的上车 因为它是会涨一点 它一定是会比去年底会涨一点 但是它不会大涨 也不会不理智的涨 所以买家不需要panic 然后呢 独立屋的表现呢 它是在任何时候 都比tonhouse跟condo的表现 也明显要好 这个是表现在买房跟卖房两方面 买房的话 你要买一个独立屋 特别是150万以下 南湾的那种独立屋是很难的 就算市场不好 你发现选择也不多 然后我们在卖房的时候 就是独立屋基本上 硬商房都能很容易的卖掉 但是呢 tonhouse跟condo明显难度就更大 所以我各种房型 我都卖过 我大概知道就是 哪个区域买哪种 你的resale会比较容易 然后会比较容易涨 哪种东西是不涨的 它也是分区域性的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在春天上市的时候 会观察那个天气 会观察那个股市 所以你这个房子 在这一周的点上去呢 它能不能有很多人来看 openhouse的traffic 和t&t和股市 都有某种关联在里面 就是它会存在一个 就是短期内的一个timing 这个春天的时候 你有时候我们还是想想 这个礼拜要不上这个房子 然后我们在上这个房子的时候 还要观察一下上 市场上在这个区域 这个房型 有没有跟我竞争的 类似的房子 如果这个点呢 竞争的房子比较多 我就不大想上 因为价格可能冲不上去 那如果在这个点 我 上市的就是我一个房子了 我就果断的给它上市 价格一定是不错的 所以整个的 的全美 小树你那边的声音啊 就有时候会断 是你那边信号不好吗 怎么个断 一句听不到了 然后又又来了 我看一下啊 它是不是 没关系 microphone没有选对 有可能 所以因为你讲的太好了 就一断就好心揪 哦 错过什么呢 它是 哦 它 microphone 哎 我是选的这个呀 嗯 那就接着讲吧 实在不行 对对对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我 又没声音了 现在有吗 现在可以了 反正你有个小小回音 就一直都有了 嗯 OK 一直都有个小小回音 哦 那我把 我知道为什么了 我把这个 把这个disable掉 等会啊 好 可能是我这个系统的 那个microphone 没有disable掉 嗯 我们应该在开始的时候 测试一下哈 对 没关系 发生了 对哈 你直接讲吧 因为有录像 对 对 等会 我把这个 不好意思 今天那个 对 OK 哦 我知道为什么 我disable东西不对 对 对我们今天有测试 只是没有 就是测试的声音 没有问题 因为可能没有连续 讲很长 对 他说 microphone 有是指向性的 要一直对着 microphone 讲话 看一个 我们提的 建议 好 好像没有什么地方 有现在怎么样呢 你就接着讲呗 嗯 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没问题 好吧 现在能看到吗 对 现在能看到 对 他的一个 一个经济的大的picture 就是其实房市是属于一个 处在一个recession里面 这个是我们那个office 前两天 一个讲座的两个 两个那个照片 我把它拿来引用一下 就是你看这个 home builder的sentiment 就是那个建商 他的信心指数 其实目前是处于一个低点 一个很低的点位 就其实大家对房市 是没有太多信心的 然后这个贷款的mortgage purchase application level 他其实现在降的那个 那个点 跟申请轮数 跟2008年其实差不多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讲的话 房市是处于一个 一个衰退 一个衰退的阶段 他并没有 没有说特别起来 他当然离那个最底部 就是比如2022年的下半年 和去年上半年的时候 他是回 就是回涨了一点 但是没有说 进入一个疯狂的阶段 所以房市是in recession 但是经济还是比较strong 就是他没有 没有正式的进入recession 但是这个经济学家说的是 假设有recession 他可能时间也比较短 也是一个short mile的recession 目前一个情况 就是他这个美联储的 降息的态度不明确 我看很多人观望 他不买房 他是想等这个利息下来 然后呢 想买的人呢 他就觉得利息下来 怕这个房市会涨 但是其实目前的 美联储的降息 他都不是很明确 他一会儿说 一会儿说我们要降 一会儿又说 我们还不能降 所以其实他也是在 边走边看 就是在看这个市场 到底怎么样 所以这个经济的前景 不是特别明确 那这个首次降息 去年唱到现在 唱的这个降息呢 最早发生的话 也得等到三月底 否则的话 都得到六月底 他不会那么快的 而且他的节奏 也会比较慢 就是降息 不会说一下给你 什么回到四跟五啊 这个都是 可能都得一年以后的事了 那就是讲的 这个卖房子啊 这个一个房子 要不要卖呢 可以归结为 就是你就看这个房子 value的有四个属性 这个是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这个房子的颜值 就是他的魅力值 他这个房子 扔到市场上 买家到底有多想 去拥有这个房子 还有这种类似的房子 他库存多不多 或者说 他是不是很常见的那种 肯定是越稀有的东西嘛 他就是那个价值 就会越高 物以稀为贵嘛 就这样的对吧 然后如果想要的 买的人又比较多 supply又更少 那这个东西就会比较贵 还有他的实用性啊 实用性就是 这个房子 自住房子用来居住的 然后呢 有一种房子 在湾区这边 是属于例外的 就是那种湾区的小黑屋 这个东西 大家肯定都 去避得过小黑屋的 买家都知道 就是湾区的 如果是区还不错的 那种特别特别破烂的房子 烂到你就 你就觉得只是买了块地 这种反而就特别贵 因为就是 你有时候去看这个 可以住人的房子 跟推倒重盖的小黑屋 它的定价模型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很想的 跟他比较 你会觉得这个小黑屋 黑屋的价格 根本不make sense 但是它其实是 两个不同的category 就是小黑屋的 它定价模型 是由那个builder啊 或者愿意去翻修房子 那些人定价 然后他们是通过 一个盈利的模式 去算这个房子多少钱 跟那个能住人的那种房子 它是不一样的 流通性就是 这任何的投资的东西 都会有个流通性 这个概念 如果这个房子 你以后要卖的时候 特别特别难 它的流通性就不好 那如果这个房子 你任何时候丢到市场上 它都很容易被买走的话 它流通性就比较好 我看那个国内的 那个有的 有的二三线城市的房子 流通性就不好 因为我观察过 它那个 基本上有的房子 在市场上挂一年 可能都等不到一个买家 那湾区的整个房子的流通性 其实还算不错的了 你就算那种硬伤很烂的房子 在市场上挂个几个月 最后还是能卖掉的 不会说那么夸张 那正常一点的房子 南湾这边 哪怕是比较破的 你丢到市场上 一个月内肯定也是能卖掉 那特别抢手的呢 没上市就买走了 或者是一周是肯定走掉的 那什么样的房子 投资客会喜欢 什么样的房子 自住买家会喜欢 因为我以前 给客人买房的时候 买的比较多的时候 基本上是 自住买家 和投资客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基本上 对这个也是 有过一个深入的研究 那你这个房子 买进来之后 什么样的房子 你可以长期持有 你就不要动这个 去卖的念头 如果这个房子 能给你源源不断的 带来一个现金流呢 你就不应该去卖掉它 它可以比如说 变成以后你一个养老的 一个passive的income 当然你还要去 伺候一下租客就是了 passive income的 cash flow的 我讯应该长期持有 所以投资客 比较喜欢的话 就是他们买进来 想要的一个东西 最理想的是这个东西 既能涨又有好的现金流 这在湾区是不好找 因为湾区的房子贵嘛 所以升值呢 它是有周期性的 那如果现金流的话 你如果价格一高了 它租金 涨得没有很快 就是湾区的现金流 跟外周比的话 是很烂的一个现金流的 那个投资区域 如果你自己能够打造出一个 cash promotion 这个投资房 你就留着长老 就不要去卖它 因为你卖了的话 你等于就是把一个 那个会下单的鸡给杀了一样 这个就不是经常有 这个地产投资的 那个文章这么比喻吗 那这种投资房 一般有两种 一个smart units smart units就是 一个lot上 它有四套 或者是更多套的 那个公寓 那它整个的现金流会比较好 还有一种就是 大家有些投资者 比较喜欢买那种独立屋 后面院子比较大 你的lot比如是7000以上 或者是有的 有的city 它要求没有那么高 就是可能五六千 你也能去想办法搞个ADU 搞个ADU 你就会有两套房子出租 那基本上 你的租金就是 很容易就可以上个 六七千之类的 如果你这个独立屋 买的比较便宜 比如说100万以下 你是能有不错的现金流的 这个现金流 也受那个利率的影响 以前那个利息比较低的时候 这种现金流是比较容易打造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进场 你去买一个这样的 现金流的房子 它其实因为这个利率比较高 把你的这个现金流 都给吃掉了 然后房租这两年又没有涨 所以就比较suffer 现在投资客 现在在市场上 有当的投资客 和我自己手里 Active买房的投资客 其实并不多 从那个利率上到六以后 都比较少 大部分的90%的买家 都是自助房买家 在市场上买 然后呢 有一种房型 它在受这个高利率 高利率下升值 最受影响的一个房子 就是这个Martionis 这个Martionis 上一次的高点 应该是在它升息之前 2020到2021年左右 那个时候是一个高点 然后之后利率一直往上走 往上越来越滚了以后 它这个房子 基本上就没怎么涨 就是市场的值 没有怎么涨 然后因为租金 也没怎么涨呢 就是Martionis 你要涨的话 一个是要得利率低 还有一个房租要往上走 它整个value才能涨 如果现在利率往上走 房租不动 甚至跌的话 这个东西就也会跌 所以Martionis 这两年最不涨的一个东西 而且卖起来是最费劲的 那什么样的房子 该长期持有 就是这个白玉房 这种房子丢到市场上 会收到几十个offer的那种 这个叫大众情人房 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一个 你应该长期持有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给那些卖家 卖房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问题 每个人 他这个房子当年是自己买进来的 他在里面住久了 他怎么看都觉得这房子好 就我们listing agent去看这个房子 我们知道这个房子 优点缺点在哪 就是哪怕他在大马路边 他会跟你说这房子不吵 然后有什么印象 他也都习惯了 他也不觉得 这个就是像自己家的小孩一样 怎么看都好 对吧 所以呢 其实 他那个卖家呢 他是没有办法对这个房子 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估的 我甚至有时候去面试listing的时候 我跟他说你这个房子 你卖的时候会被人嫌弃的点是 一二三 然后这个房子会影响你 卖起来比较难的 难度在哪 我说完了之后 有的卖家不高兴 他觉得因为我比较直接 你知道吗 我说完他的房子 就是我是客观的给他分析的 然后他就觉得 他不高兴我这么说他房子 他可能就不知道我卖 就这样 但是其实一个房子 你好跟不好 你买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全部的优点跟缺点 但是你在卖的时候呢 所有的买家跟买家经纪人 告诉你 这个房子 为什么我们不出这个价 为什么我们不下单 所有的这些都是对这个房子 一个客观的评价 就是他的feedback 你这个东西等于放到市场上 所有人来鉴定啊 这个就是一个客观评估的过程 那我们这个卖房子做多了 我们基本上看一个房子就知道 他有可能被人挑吃的是哪些点 所以你如果需要对你们家的房子 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估呢 你可以来找我咨询 我会给你一个客观的评估 但是有可能我说的话 你不一定每句你都爱听 然后好地段的低价房 这个是在你房价低利率低 又在一个好的地段囤的房子 这种房子一般是不建议卖的 因为你的持有成本很低 然后这个房子你可以以后给你的子女 然后哪怕任何时候你缺钱 你要拿出来卖的话 也是很容易卖掉的 所以这种独立屋低价位的 你可以留着退休或者是出租 或者是以后传承给你的小孩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一下这个房子卖出去 你要再去市场上买一个类似的回来 你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 我们就是每天给客人买房 就是知道买房子有多难 但是在弯曲大部分时候 卖房都是比买房是要更容易的 只有在市场崩盘 在2008和2022年下半年 中间有几个月卖房是超级难的 就是你会有段时间 我记得在2022年刚刚崩盘那一会儿 那一会儿时候 有好多agent打给我 他说你知道太可怕了 我们这个disclosureio发出去 结果发现所有的看disclosureio的人 就是自己听的了 连翻disclosure的买家都没有 那个时候就市场低迷到这种地步 还有那种特别老的agent 他们经历过2008 他们说一个房子在市场上卖了一年 然后卖到最后 他跟那个小区的所有的 聊天都聊熟了 就是有这种特别 就是低迷到你不可想象的 可能没有经过那个cycle的人 不一定知道 还有那个08年或者是那之后 他们在Parlato的房子都要去大街上 就是去把人家拉进来 我不好意思 就是建议人家看 去大街上拉人看房 你才能可能把这个房子卖出去 现在的市场跟那时候比已经好很多了 所以这种性质的房子呢 它的流通性比较好 然后任何时候 你把丢到市场上都是被会议疯抢的 市场好跟不好都不担心卖不掉 除非是极端情况 08年那种时候呢 08年那种时候 好学区的房子也是一样的 不好买 就是因为 不是逼不得已卖房 你丢了工作 然后扛不住 你才会拿出来建卖 所以在湾区的话 一线学区房 它一直都是一个稀有资源 就是拿出来卖的人不多 但是年轻人不断买路的 一直都是比较多 还有就是南湾这边 包括半岛 它如果内部户的好 交通好 这种比较周正的独立屋 尤其这两年炒那个大Lot的 这种这种 这种大Lot的独立屋 也是比较比较抢手的 有时候呢 你去看这些房子的绝对涨幅 你把它的那个多少年的曲线 拉长了看 它是有可能贵的学区房 你比如说 我一个300万的房子 它的涨幅 过去10年涨了多少 你算一下这个百分比 但是其实你把那个300万的房子 你把它换成几个100万的房子 其实你会发现 那三个100万的房子 整体加起来 涨的会比那一个贵的房子要多 这个规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 所以如果你是自住房跟投资房 你的整个的 你要买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不一样 自住房你其实大部分时候 是为了你满足你当下家庭的需求 就是投资是第二了 如果你纯粹只是个投资房 你不一定要去买这个学区房来投资 而是就是看这个房子 能不能帮你赚钱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有这种情况下 客人来找我 问我他的房子要不要卖 我会建议客人卖房的 有哪些情况呢 最近接的listing吧 很多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那个卖家 他是为了使用这个自住房 就是五十万的免税额度 就是你一对couple 如果你在一个房子里过去五年 住满了两年 你这房子卖的时候呢 他就有五十万的capital gain 不用交税 所以这个是变成很多人 卖那个departure house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还有就是有的买家 他在换房的时候 他的贷款 贷款能力和首付都卡在 当前的房子里面 他如果不卖的话 他没有办法去换房 那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必须得卖 你不卖的话 你去拿稿钱 对吧 去买下一套房子 所以换房导致 大家的经济压力变大的时候 他也是有可能会卖房的 或者是 比如在短期内 有的人他觉得拿着这个投资房 就是感觉每个月在网里面亏钱 又没有看到这个房子 五年内有什么涨的希望 这种就是 汤浩子跟condo的卖家会比较多 就是我去年一年 卖了很多那种 明显就是在过去几年没有涨 然后今后几年 你也看不到 他会涨的可能的那种 老旧condo和townhouse 他觉得那个钱卡在里面 他是不会涨 而且他不停地吃他的钱 所以他就要把这房子卖了 去做别的投资 去买大盘 买fix income 甚至躺在那儿 活期可能都比后的那房子要强 所以他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吧 大家对这个投资的喜好 是不一样的 当下的话 我感觉那个地主 想要继续进投资房的 动力不是特别大 就现在买投资房没有以前那么香 你想以前在2020年 或者那时候 你买了立马能看到这个房子 房子会涨 而且是每个月都看到他在涨 那大家买房的热情就会很高涨 涨得太慢或者不涨的房子 如果这个人做了别的投资 他觉得别的投资涨得比房子慢 房子要更快 他也有可能会想把这个房子卖了 就是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老旧的condo跟townhouse 这个condo从20上一轮高点 应该是2018年 从那之后买的基本上到现在都没涨 除非是特别新的 少数的涨了 大部分是没有涨的 2017年之前买的 可能稍微现在有一些capital gain 然后18年之后 甚至包括18年那时候买的condo 很多到现在卖都是 割肉10%到20% townhouse也是 townhouse比condo稍微好一点 他这种老旧的呢 就是涨得比较慢甚至不涨 但是新的townhouse还是还是涨 我记得我在那个2020年 还是21年的时候 帮客人在那个 Sanibel Deville那个学区吧 买过这种townhouse 那时候是130一个 后来在2022年的高点 我们是199卖掉的 所以他这个时间段 townhouse的涨幅是非常好的 而且像这种新楼盘的 就涨得很好 就是你 你如果在那个点位踩对了的话 这个涨幅就非常非常好 最近卖的 condo跟townhouse里面 最让卖家 迫不及待想要扔掉的那种 就是那种 HOA跟那个防险在不断涨 然后事儿特别多 HOA还有 litigation的那种 那种就是把那个 owner搞得特别烦 他就想扔掉这种东西 那对他已经是变成那种累赘了 就是一个 在不停的吃钱的 还很烦人的一个东西 你看这两年 加州的防险涨得比较厉害吧 所以导致HOA 它的maintainance cost比较高 你越老的小区吧 HOA越涨 而且有一些HOA 我发现去年底的时候 它是去年底跟一月份 都是HOA调整 这个每个月收费的费用的时候 我一个listing刚接进来 等到我就是卖掉 这中间 它就能给你涨一百块钱 就是每个月涨一百 就比如他给你发一个通知 你这HOA目前是五百块 然后等到close之前 突然给你来一个notice 说明年开始一月份 我们这个HOA要涨到六百 涨到七百 这个涨幅就很吓人 你就会感觉过个几年 是不是得奔一千块钱去了 那奔一千块钱去 如果房租不涨的话 你拿着这个东西 它就变成一个 很高的cost的东西 就是投资上完全不make sense了 还有一些就是 不受大众喜欢的一个房子 我称它为烂西瓜房 就是那个硬伤房 然后任何说不大受人欢迎的房子 它这个不大受欢迎 其实还有好几种 就是每个族裔 它对这个房子 不能冷受的点都不大一样 我觉得中国人 对房子还是挺挑的 但是有的族裔 它能冷受那个噪音 各种硬伤 只要那个房子新 它们就可以 所以你得看 什么样的房子卖的时候 它最可能卖给哪个群体 就是这房子有这个缺点 但是你知道这个族裔 它是不在意那个缺点的 你最后end up 可能的买家 就是那个某个群体的买家 所以这个流通性差 等一个offer都要等半天的房子 这种房子呢 在房子好的时候 就赶紧扔掉吧 你房子不好的话 你万一需要钱 你都扔不掉 然后这种流通性差的房子 我基本上就不怎么吞 就是市场好的时候 就赶紧扔就完事了 因为你要知道房子 相对其他投资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什么 就是流通性差 就是它变现 没有像别的东西那么快 你那股票 你在市场上点个鼠标 你就套现了 你房子怎么着准备准备 是不是都得前后准备 个半个月一个月的 对吧 你才能卖掉 这还是假设你这房子 是比较好卖的一个房子 所以你如果是 流通性不好的一个资产 你还整一个流通性 最难卖的一个房子 那基本上就给自己出难题 我觉得 最近找我咨询卖房的case呢 我来讲一下 它 我看了一下 就最近签的这二十几个listing 他们一般是什么情况下 需要卖房 这个一个是 已经换完房 就他已经买了下一个房子 他要卖这个departure home 这种case 大概占三分之一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他在两三年前换了房子 但在那个点呢 因为市场不好 或者他不舍得 卖这个departure house 很多人不舍得卖departure house 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房子 有一种个人的感情因素在里面 因为他觉得住的比较久 这个房子 你把它卖了 好像像割舍了一个什么 装满了情感的一个东西一样 就很难下得去手 然后呢 他就把它出租 租个两三年以后 这种情感慢慢淡下来以后呢 他就会想卖这个房子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要想用那个五十万的免税额度 你出租不能超过三年 超过三年以后 你就没有那个benefit了 所以在出租快接近三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很多owner想要去卖这个房子 然后顺便 take一下这个五十万的capital game免税额度 那HOA跟房险一直猛涨的 我刚刚讲的这种 大家不愿意持有的东西 这种是市场上inventory也比较多 卖起来比较费劲 就是基本上 比如说我卖一个六十到一百万的 这种老旧condo 花去了时间 比卖两三个独地屋 花的时间跟精力都多 就真的是很难卖 有的房子 它不但老旧 然后还有各种问题 HUA litigation 又HUA过六百 然后有的保险公司从去年开始 它还不保一些那个condo的保险了 所以它深知潜力是 当下来看是很差的一种房型 所以想要卖的你就比较多 然后还有一种能卖房 它是少数的 建的不特别多 就是那种已经财务自由的老地主 它房子多到 它觉得它要退休都没有办法休息 就是因为你房子太多 你总共每个月还要去收房租 还是有一些maintenance 所以呢 它就想减少在地产这方面的投资的规模 它就是比如只留几个特别特别喜欢的 然后其他的早期 早期想要积攒那个原原始资本积累的那种比较差的区的 或者是很麻烦的那种房子 它就想全部扔掉 就是想想要经典一下自己的 自己的投资的那种类型 有的会把这个卖房子的钱转到一些更倍重的投资 就是你如果那个租客特别麻烦 你老去修房子 他觉得哪怕有这个租金收着 他都年纪大了 都不想就干这个事了 就有这种了 还有一些我的客人 他们是海归了 就是搬离湾区 去比如别的州 或者有的是回国的那种 他们的自助房一般也会处理掉 因为就是觉得自己不在湾区了吧 就懒得搞这么一个事 要不然你交给朋友去给你打理 这不还欠人家一个人情吗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海归的情况呢 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如果你几年后还可能回来呢 那就是你可以考虑卖 或者是不卖 如果你卖的话 那是比较简单 你就是找一个历史营业券 就直接把你处理掉了 如果你说几年以后 你还可能回来 那你的两个方案 一个是出租 你把这房子展示租出去 然后或者是你的房子 如果是一个比较贵的学区房 你说出租的话 我每个月垫进去的钱 就是negative cash flow 你觉得不划算 那你有一个方案 就是你可以把它换成两个小房子 两个小房子呢 它租金的话 各方面现金流就会稍微好一点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那如果永久性海归的话 以后不回来了 你可以卖掉 如果说你要去外州了 你的自助房投资房该怎么办呢 就是你不是说回国 只是去外州 你去了外州 我跟你讲 有的人都一圈回头又回到了湾区 这种情况我是见过的 因为毕竟湾区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嘛 所以呢 你不管你以后回不回来 其实你也不确定 你去外州了以后能不能回来 你最好还是配置一个湾区的房子 避免踏空 你万一以后回来 发现房价又翻了一倍 对吧 你的买房成本又上了 又翻了一番 所以呢 这样你留一个房子呢 呃 反正你在外州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虽然也是remote了 找一个可靠的proper manager 帮你管着 这样万一你以后回来 还能有房子可以住呀 如果是因为cash flow或者这个holding cost的考虑呢 你可以把这个贵的房子也是平推 换成cash flow比较好的房子 比如说一个比较贵的学区房三百多万 你可以把它暂时的就是把它自换成 呃 比如说一个小的single family house交通房 一百来万的 这种是最容易涨的 我告诉你啊 然后呢 或者是加一个martie units 那种现金流就会比较好 这样你每个月的还贷压力和这个cash flow 不会付的太厉害 就反正是有一些办法的了 所以如果是大家有这种卖房 或者换房的需求 可以找我们team 我们现在team大概有十几个agent的 就是我过去三四个月 迅速build的起来的一个 一个一个那个team 啊我们的 因为team member每个负责 每个人负责或者擅长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能deliver的那个service呢 会比别的别的team deliver的会稍微精致一点 首先就是我们的video tour 都是自己拍的 就是一个video tour 我们都在花十几个小时去剪辑的 并不是在外面 外面的order的那种 外面的order这种缺点是什么 就是说 缺点是他并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卖点在哪里 他只是给你拍拍拍拍视频 对不对 你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个房子的优点在哪 但是我们自己去打造这个video tour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的亮点 配这个语音给你详细的讲解 这个房子 就是我拍到哪 能够哪个点 这个房子的最大的卖点在哪 我都可以build in到这个video里面去 而且我们一个listing的话 每周除了那个周末的open house 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 有时候礼拜一礼拜二也open 我们礼拜五也open 就是我们其实在weekly day 我们也是会open那个的 就是因为有的买家 他可能周末他要出去玩 或者他比较忙 他没有时间来看open house 那weekly day的话 下班之后的时间 他们也可以来看 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把所有该来的买家 就是都拉过来看一下 那我是设备擅长于做digital social media的 我们team的里面 所有的team member里面 有几个都是都是这个粉丝数比较多的博主 我们的粉丝数加起来大概就能有10万 所以每一个房子一推出去的话 加上我们cola bank内部的digital social media 跟email marketing的这个力度 就基本上这个房子在市场上 你可以最大的最大力度的去曝光你这个房子 所以你卖房一定是非常非常高调的 你买房你买了个dear买了个房子 大部分买家或者买家经纪人 都是都是想非常低调的 因为你并不想人家 你好像你买了一个豪宅去炫耀一下 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比较低调的 所以我从来不会拿客人买的房子 说我去买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房子 然后呢捡了一个什么dear 这种帖子我已经不大发了 但是卖房的那种呢 我是一定要让这个房子 让所有人都看到 就恨不得全弯区的人都看到这个房子 这样我才能卖出最好的价格 那所以就是说很多的那个agent 他其实都认识我 所以我跟大部分的local topagent的networking 都比较强 因为一方面我在过去几年 买过他们很多房子 然后我现在listing特别多 每一个listing几十个offer 那下单的agent跟我都有一些conversation 或者是合作关系 我们的station跟photo也是 也是都是特别好的 所以呢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给了卖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证 他拿到市场上能给的最好的价格 就是我经常说的话 我说如果我卖不到这个价格 我不觉得别的agent哪能卖到 你是觉得我在吹牛 但是你可以说 这是我自信的一个表现 因为我做一件事我就特别认真 我如果要卖你这个房子 我就当成自己的房子来卖 那就是尽量把这个价格搞高 然后我帮你买的时候呢 我不想把这个价格就是说 买的比别人高 或者甚至高于市场价 就是对我来讲 买房子比卖房子 实际上是个更有压力的事情 买房子的话 你会发现那房子close之后 如果客人住的不开心 或者他之后有什么 就是说feedback的话 那个是会不停的 会有一种情绪传导过来 而卖房子 卖房子我的卖家拿了钱 他是很高兴的就走了 对吧 然后呢卖掉以后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麻烦 但是买买的话 你这个买家买完之后 你还是有很多的后续服务 跟情绪辅导的 卖掉房子以后 拿到的钱怎么投资 这个问题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们家的钱 我拿来就是有那个地产投资 我也会投资那个股市跟债市 我会做一些分散的投资 而且在不同的经济cycle里面 它适合投资的东西会不一样 其实就是理念很简单 你在某个点你看到什么投资机会 你知道在那个点买哪个东西能涨 你就跑去投资哪个就行了 一定要跟着周期走 那自住房 你卖掉的钱呢 你这个完这个免税额度 最简单的办法 你说你这个当下 我没有发现什么好投资办法 你就是现在的利率 利率形式底下 这个都是五个percent左右的活气利息 你啥也不干 你躺在那吃利息都行 这是最简单的懒人的办法 那如果说你这个钱 你不想去 它没有什么免税额度 也不想去交税 你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投资房 做这个1031 exchange 继续买投资房 或者是你不想做1031 exchange 其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免税 跟延税的方法 那这一块呢 我并不是专家 但是呢 我后面的 就是我今天找了这个Ocean 它是一个税务方面的专家 他来告诉你 这个房子 如果你不想做1031自换的话 你还有什么别的延税 和免税的办法 好Ocean 现在你干你讲了 好的 非常感谢小猪的精彩分享 我觉得 真的是要找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因为我从10年也开始 倒腾地产 这个买卖是很 很tricky的 我自己就是 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自己做 对我找别的agent 帮你去做 说当然了 我又不是专业的 我又不知道房子 怎么卖 卖到好价钱 我只知道税怎么弄 然后呢 回到我们今天的 第二部分的主题 我呢 是有很多视频 很多细节的课的 所以待会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呢 我们第二部分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 分享一些几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样子 当你想卖房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的税务退出 有哪些option 那 其实在我们那个 LightUp的 那个财商学院 我们会讲 各种各样的课程 从你人生的第一步去 到第二步去 第三步 第四步呢 都会有不同的tax code 可以帮助到 你做一些事情 那比如下周呢 我们就会讲 retirement这一块的topic 那然后呢 我主要是focus在第二步去 当你有了一些 原始累积的资产之后 你想换资产 或者是想那个 做一个retirement的planning 就是你有很多房地产 比如说 我待会儿分享案例 有的客户 就是二三十栋房子 就想过一个 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他们不太想当房东了 那该怎么退出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的 不是一种 那这些方法呢 我自己都尝试过 然后我也跟客户做过 1031 大家比较清楚 然后呢 其实很多人不敢卖自住房 我待会儿分享案例 就是因为那个50万 也不够用了 你有很多很多 卡不得给你 可能有几百万 在关确是很普遍的 那然后呢 是不是可以 就是那个 25万和50万的用掉之后 其他部分多出来的税 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些呢 是地产换地产 叫721 然后待会儿 今天会给大家主要分享一下 这个453的 defall sales trust 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些方法呢 我们都可以手把手的 给你go over 你真的需要的时候 那你有需要的时候 就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个 一对一的那个conversation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要退出的时候呢 处理1031之后呢 有更灵活的一个选择 它呢就是 taxcode的453 叫defall sales trust 它其实呢 相当于你把你的资产 放到一个第三方的 这个我说的 transfer assets to 一个第三方的 独立的叫法人 然后呢就是 是一个信托 它持有你这个资产 然后呢 因为从你的个人头上 到这个信托 把你的资产给隔离了 所以呢 一旦你的那个 要卖的资产 装进去之后 在这个信托里面 买 换不同的投资的标的 都是在这个里面 是没有税务的 一个 那你还得生活嘛 对吧 你还得许一些钱出来 那国序局说 你在这里面的 那个右边 这个绿色的 这一堆钱里面 不管你做投资 增值什么的 都没有税的一个 impact 但是你要每年 取一点出来用 然后呢 这个一堆一堆的小钱 是每年这样子 用出来 叫paid installment 这一块呢 就算是你的income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以前的 连本大利的钱呢 就可以像堆雪球 这样子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所以我们说美国 可以就是富过三代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 那个professional的智囊团 去帮他们想主意 好 然后呢 再我们看一看 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它为什么会比1031 更灵活一点呢 因为有时候我的客户 前两天我聊了一个客户 他说地产 它其实只有两栋房子 那然后跟他聊了聊呢 说最后的结论就是 其实你可以 因为他住过一段时间 我说你可以再搬回去 把它做成一个 那个那个 自住房 然后不是有50万吗 你先享受的那个 其他多出来那部分 你也没多少税 就交了就得了 然后客户说 你还挺有意思的 我来找你做 default sales track 你还帮我省钱 我说帮你省钱 对我也好嘛 后来聊了之后呢 他说 他说这个stock 股票也行 然后他突然说 他那个公司有 大概五六百万的 这个他是早去员工嘛 他们公司要回购了 碰到这个事情 他说原来你还可以做这个 这个 他说没想到歪打正着 房产这块呢 就是聊税的时候 原来他股票推出 也有这样的option 所以呢 这个比1031更加灵活 不再局限于地产了 只要你是appreciate assets 地产 你的business 然后你的那个股票 在硅谷 我们会看到那个 有很多股票 一下子被收购了 上市了 或者公司回购了 你都会发一笔小财 那个时候呢 你股票卖了之后 你还可以去投地产 也可以投别的一些 投资标的 然后还有呢 我们就看到就是 那个在硅谷嘛 有很大一个群体就是 做那个就是 crypto这一块 也发财的有很多 我前段时间去那个 那个GDP道那边去讲课 好些人都是从crypto 那个行业转到那个 AI的 现在就AI比较火 然后呢 就是他们要退出的时候 都可以利用这个 default sales trust 然后进去之后 你怎么投资呢 你可以去投地产 可以投生意 可以投stock 可以投digital assets 我最近有一个客户 他们是做那个 他们把地产 那个那个 弄了之后呢 就是他们的想法 是想再去做那个 他们做那个租车 生意做的很好 所以呢 就想是不是 把他投一部分 到生意里面去 也是挺好的 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 信托的一个过程的话 那你是需要通过 那个地产 卖了交完税 因为地产是没办法 换到 那个 自己的生意里面 交完税 再去投你的生意 那不是就是税上面 就浪费了很多钱 那如果有了 有了这个信托呢 你就可以先装到信托里面 把活税去交你那些 要交的那些税呢 先借出来用 等到你生意 再赚钱的时候 再说 在这里面就是累积 好 我要给大家分享 两个案例啊 就是 第一个呢 是自住房的案例 大家很多以为 我刚刚说过了 就自住房的 25万到50万 用掉那个 101的exclusion之后呢 很多人 还有一大段的 capital gain 比如说这个客户 他大概是要退休了 他也是个 很资深的会计师 也是我四大的 一个同事 然后他的那个 房子呢 是60万买的 因为很早的时候 就买了个自住房 然后现在打算想退休了 就那个 知道房子呢 现在市价 差不多350万 那我帮他算了一下 你整个要交给 国税局的税 你就算是有exclusion 减掉之后 也要将近交给 国税局100万 那然后呢 这个白交出的100万 是不是很心疼呢 我下面这个有个二维码 大家感兴趣的话 想知道 在小猪 就是帮你去卖房子的时候 你可以先扫这个二维码 去算一算 你到底有多少的资本利的税 要交 你扫完这个码之后呢 是个 是我们的网站 是帮你计算税的 税计算完之后 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会告诉你的税 是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好 那然后呢 如果是他不做这个planning的话 他这笔钱 是要完全交给国税局的 350万的 Fair Market Value 他的成本只有65万多 这是客户自己打进去的数据 不是我帮他敲的 所以呢 就是最后算出来的 他要交给国税局 差不多一个million的钱 那他整个的税率呢 就是37%左右 那我就想 如果你把这个100万 从国税局拿出来 还不说他剩下的 那两百多万的钱 我说就是从100万 我从国税局帮你拿回来 帮你换这个养老金 你会不会很开心呢 客户说 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然后我帮他算了一下税率 算了一下怎么去配 当然我们说过 我们LightUp的那个 跟很多保险公司 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这一家的保险公司 比较擅长这种养老金的 那个planning 他其实是一个年金 那我帮客户做完这个 从国税局扣出来 100多万之后呢 给他换成了一个income stream 就是每年96,99,10万多 这样因为你会有inflation 从大60岁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的领 也就是到了就是 年纪越大的时候 就领的越多 那然后这个 如果这一排number 是你的投资房 你本来就要卖嘛 卖地产 卖完再换投资房 那你那个 这相当于你的投资房嘛 100万的 我还从国税局 给你掏出来的钱 送了你一个投资房的rent income 是不是很开心呢 哎 客户一看 哎 以前没想过这种方法 那我就说 我们的lightup 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就是拓宽思维的一个 你可以多学多看 那最后决定怎么做 还是你自己的想法 最开始客户就想 就是就想 哎 卖了之后投资呢 他只有股票 要么再去买个投资房 他说其实挺头痛的 买投资房 他自己又不擅长管理 然后又要去管 这个很烦 那然后呢 股票呢 自己又想退休了 股票这个波动 现在越来越大了 他也挺担心的 他一看这个 哎 觉得挺好的 还挺适合他的 那如果是你的税率 因为这个客户 他是个台湾人 他打算去台湾洋了 所以其实投资房 是不太适合他 然后呢 如果是他做的对的话 大家知道 Capital Gain的税率 其实不高的 只有就是 就是一段一段的 取出来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取出来的 这个这个 银行部分的话 如果是Tax 那个Capital Gain的话 你可以做到相对低一点 015到20都有 都有可能的 所以呢 帮客户就是 如果他现在的税率 一下子交的是 7%的税率 那如果是 他慢慢慢慢的取 就像这样 8万8万多的取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客户的税率 给他做到15 20 20几 这样子至少 不用交37的税率了 而且不是一笔交 是慢慢慢慢的 lifetime去交 所以客户一听 哎挺高兴的 那我们也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们确实 帮客户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这个呢 就像小猪刚刚说的 有一个退出方法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房子了 这是我们见到的 最多最普遍的客户 就是这是一个客户 他们年纪 大概是在50岁多 他们有一共有20几条房 一辈子累积下来 因为我们华人嘛 都喜欢那个做地主 房子越多 感觉越有越踏实 然后在我们老移民当中 很多 尤其是经历过 2010年那一波好事的时候 小猪刚刚说 2011年房子 一年都卖不出去 那如果那时候 我就进入那个 房地产投资了嘛 然后我们去 避的很多 就是full closure 或者是short sale 这种房子 是整个周期 你要买下来是一年 有时候我还记得 我在fremont有时候 同时下三十几个offer 不是我有钱 能够下三十几个offer 是你那个offer 那时候不用付定金 不用付什么 那时候交易 完全不一样 你下了offer再说 然后等回来之后 可能都一年之后了 有些房子 我的投资房 我都忘记这件事了 然后他来问我 你还要不要 那我钱可能 都投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房子也就是 就是卖起来比较难 但是你要说 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 价格特别好 你随便压价 我记得我在fremont的 一个投资房 当时是40多万的 那个fair market value 然后我其实是乱开的 我给他压到35万 然后他不理我 不理我 我就忘记这件事 因为同时下了很多offer 然后后来就是 过了大概几个月 他要找我了 我说你房子 没卖出去了吗 他说没有 你知道当08年 那个时候 一过去的时候 很多人想买房 他是贷不到款的 因为突然一下子 金融危机之后 突然所有的贷款 全部收紧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就agent打电话 他说他弄了两波了 都卖了 就是做贷款出问题了 他说现在房主考虑 他说你能出30万 现金就给你 我就那个当时 就去调动一些钱嘛 然后我就觉得 哎还减漏了 挺好的 就是很开心 买了40万 像是降到30万 也是很大的一个比例 就相当于买了一个 就是打折的价 那那个时候呢 就是你要是 投入房地产的话 你是赚很多钱的 所以我现在 很多的客户 这个年纪 他们基本上是 那个时候 真的是做了 很好的一个投资 然后呢 持有到现在的话 大家知道 在加州做房 都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他们都在考虑 要一步步的退出 那我们给客户 是这样想的 就是他的房产15万呢 我们会给他 就是通过计算下来 他先卖了一部分 大概5.75个million 然后他整个cost呢 其实只有一个million 那这个大概 会有四点几个million的gain 然后我帮他算了一下 他要交到国税局的钱呢 大概是1.44个million 那谁愿意写一张支票 100多万给国税局呢 对吧 我们说 那我帮你想办法 不但把你这个15个million 然后扩大 然后呢 还有就是 现在卖房呢 也不交税 那我们就帮他做了 这个DST的 Default Sales Trust 其中有两个million呢 他想投一些 比较稳定的 因为他已经 外面有很多房子了 在这个信托里面 他不再想投房子了 投一些structure notes 基金什么的 这也是小猪 他也比较擅长 他也会做股市投资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像刚刚那个客户一样 他也选择了 做一个就是 通过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的投资呢 它是很稳定的 投资不一定能够beat的 那个就是 华人街操盘 你自己去炒股票啊 那不一定 我有看那个 JP Morgan的那个回报说 平均的投资人 自己炒股票只有2.9 但是就是 你要找基金管理人给你做 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呢 保险公司呢 客户为什么这样选呢 因为他年纪大了 都不想去 就是钱呢 一定要有个非常稳定的 那他说这个挺好的 那我这样子 做一个fixed annuity 我就不用再去买bound fund了 就如果是 你会做那个投资的话 一般会建议你 一部分的钱 是放在bound fund里面 给你就是 非常稳定的那个利息 然后另外一部分 放到equity里面 股票随着涨 那这个样子 他说你这个fixed annuity 这个5.5的利息 比那个bound还更好 就是因为它不会降嘛 你在bound 现在高一点 可能过两年 又降到23%这样子了 所以客户很满意 那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跟他说 就是他就很担心 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我们说如果你担心 遗产税的话 那我们就帮你把资产 隔离一下 然后呢 就是里面借出来100万 然后呢 我们去跟不同的保险公司 去帮他找一些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可以做到 100万换 20个million的一个assets 就一个小钱换大钱 然后受益人呢 是他的air 就是他指定的要给谁 然后如果他去世了的话 这个两个million的 一部分抠出来 还给这个信托的 那19个million的整个 连遗产税都没有的资产 隔离出去呢 是给到他的后人的 那从这个moment开始 就是 就这个玩笑不能乱开 但是如果他们夫妻两个 这个moment 刚做完这些planning的时候 出了问题 那他整个15个million 留给孩子的 还多出来19个million 给到孩子 一点遗产税都不用交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不希望客户活 就是活得太短 我们希望他们活得太长 活得太长的时候呢 就有就是这边的资产 会给他稳稳的增值 然后呢 他慢慢的把这些地产 卖掉之后呢 在这个default sales trust里面 再去做的这些投资 每年是会报税的 他相当于是个独立的法人 他在里面利滚利滚利滚 你不管你的年回报率 是20% 30% 05% 你在这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税的 所以你这个雪球 可以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然后呢 以后再做遗产的时候 另外一个planning 其实这里边已经 带了一个遗产税的规划 所以我们给客户 做planning是很开心的 每个客户的案子 其实不一样的 然后做出来结果也不一样 不光他情况不一样 而且他的那个 最后就是想法 客户的想法不一样 有些客户这样房子 就换很多商业地产 别的东西 有些客户就想那个 做一些很稳定的 所以特别有意思 那然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跟客户 学到很多风险 是怎么把控的呀 然后客户为什么会做那么好啊 一下子赚那么多钱呀 就是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 这些知识和经验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很高兴 有LightUp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帮助大家 就是我们把 各路的专家 包括小猪 我们会把这个 跟客户交流的一些经验 什么的 传递给大家 我们是希望大家越做越好